這是短的,可以接10個開關的 那上面那個可以接24個開關 因為這裡很簡單,這裡就是一個IO碼 然後這裡只有Gateway 那我們就用,這個是簡單的PC 好像七、八千塊 我們那個控制程式 控制整個物聯網程式、PC程式放在這裡 然後它就跟這一個人溝通 溝通之後就可以請動,我們先開關 然後在現場這裡,我們有裝了兩個偵測環境 那邊風扇嘛,那兩孩不是嗎? 換氣排風扇 它是要,這個實驗室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 我裡面有一個偵測PM.5溫度濕度的 然後外面也裝了一個PM.5溫度濕度的 它如果兩邊啊,如果差太大的時候 我就自動啟動風扇 啟動風扇,啟動風扇讓它抽 那這塊電路板,它會下... 這個就會講,這個是ブレッカ 這個是ブレッカ 這是ブレッカ 電路板會下命令給它,開動它 然後大電流是經過它 大電流經過它,它就會開啟 開啟這種風扇,開啟的氣氛等等 是透過它 這個叫小電流 小電流控制大電流 大電流很開快 哦,因為我們都是用小型的那個計電器 我們國中衛,那種藍色的那個 然後現在來另外問一個問題 你看電腦裝在這裡,那怎麼辦 氣盤裝電話就用team viewer 裡面放一個team viewer 裡面有一個播放的關係 就可以遠端 遠端登入這台電腦 它叫Wi-Fi有連線 網路有連線網 就遠端登入,就像遠端桌邊 就遠端桌邊 然後就進去做各種操作 啟動它們 謝謝